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政治局1月31日再次召开会议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会议由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 主要内容是审议学习习思想总结报告 中共巡视条例 以及人大国务院等部门的工作报告 但对外界关注的三中全会会期 仍然只字未提 按照中共惯例 二十届三中全会应该在去年底前召开 并提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会期 如今会期杳无音讯 引发外界猜测 有专家认为 中共高层遇上人事麻烦和经济困局 三中全会难产 可能是因为中南海内部陷入混乱 今年有大批二十届中央委员被传落马 其中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 政委徐中波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拒前升等 根据中共惯例 落马的中央委员需要通过召开中央全会 确认撤去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 外界猜测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延宕 可能与这些官员的最终处理难以决断有关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早前曾分析说 秦刚李尚福先后被免职 中共当局对外一直没有交代 他们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 如何处置他们 而这些人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起来的人 现在中共高层内部肯定是比较紧张 中共已经公布今年全国两会 与3月4号5号起召开 胡平表示 如果1月的政治局会议不定出三中全会会期 很可能要在中共全国两会之后召开三中全会 这将引发中共内部更大的混乱 中共党魁习近平1月30号 接受阿富汗大使递交的国书 再次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 塔利班是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 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塔利班领导人和实体 实施经济政治制裁 指责他们严重侵犯人权 塔利班2021年8月重新掌握阿富汗政权 中共是第一个向其派驻新大使的政府 中共央视30号报道了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 接受塔利班派驻的阿富汗驻华大使 卡里米递交的国书后 被中国网民批评是与恐怖组织狼狈为奸 有人说 人类绊脚石 塔利班 朝鲜 中共 俄罗斯 都是中共和中共的朋友 也有人说 小兄弟可真不少 塔利班 哈马斯 真主党 革命卫队 胡塞武装 各个都是黑风寨里杀人越货的小头目 还有人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中共和恐怖分子合并同类像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香港政府宣布 正式重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引起国际关注 外界认为第23条立法将切断香港跟境外联系 让社会变得孤立封闭 同时 进一步让香港的异见人士噤声 基本人权的保障也不复存在 香港将由法治社会变为警察城市 香港政府1月30日启动为继一个月的 《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 立法建议包括订立全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涵盖五大罪行 第23条立法咨询文件共9章 涵盖叛国 叛乱 煽货叛变 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等行为 把意图危害中国主权 统一或领土完整的武力威胁行为 视为叛国罪之一 对叛国意图知情不报也算违法 这个23条立法它就相对于让香港彻底的进入到一国一旨 这样的一个轨道 也就是说彻底的大陆化 彻底的内地化 让它变成和这个大陆的普通的一个城市是一样的 它不再具有所谓特区的这样一种相对的独立性 它把香港这样一座国际金融中心 其实已经地地道道的变成了 是以政治安全为中心 也就是政治挂帅的这样一个城市的 香港反送中以后 中共的港版的国安法 实际上已经把大部分的内化已经涵盖进去了 但是他们现在还觉得不够 还需要先把基本法23条这个角度抓入实 所以他们就这一次决定 匆匆忙忙用一个月的所谓的词 向社会执行的时间 香港特首李家超声称 希望尽快完成这个困扰香港26年的问题 虽然整个社会看起来平静安全 但需要提防潜在的破坏及麻烦的暗流 形式独裁统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个危机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就要加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绝对的管控 其中包括对香港社会要严防死守 那么香港特首所谓的精英政界的 所谓的那些体制内的政治精英 干预充当中共和习近平这个独裁者 他们个人的打手 所以这个时候要这个匆匆忙忙 要快速的通过所谓的23条 有关的一些镇压香港市民的一些法律 2003年港府曾推行23条立法 但引起大规模示威 只得撤回 此后未能立法 2019年香港爆发更大规模反修例示威 2020年中共全国人大颁布实施港版国安法 其中部分与23条重叠 也就是分裂国家罪与颠覆国家政权罪 生效三年多来结案超过百宗 达到完全定罪率 一下子延长到了14天的时间 其实14天的时间基本上已经相当于是 在中国大陆执行了一个完整的 治安处罚条例了 也就是说警权的扩大 它其实在把香港从一个原本的法治社会 原本的相对透明公平的这么一个法治社会 演变成为是一个警察城市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认为 香港的政治即将进入一个全面的黑暗期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少对BBC中文网说 23条立法的罪行范围包罗万有 反映当局将任何有可能出现的漏洞都放进去 一个大网让官方有最大的空间等以后有事可以用 而所谓意图和用心当然是由官方判断的 中共国安部日前发文 恐吓民众设计十种情形会被请喝茶 而历来隐藏在背后的国安部 近几个月突然走向前台 诠释全方位扩张 从鼓动抓间谍 打压外商 管控言论 到民众的日常生活等 背后的原因引起舆论关注 1月30号 中共国安部发布十杯茶一文 声称民众涉及危害国安犯罪 实施间谍行为 非法获取或持有国家秘密等十种情形 可能会被请喝茶 在中国大陆 被请喝茶是专职警察对民间异议人士进行调查或盘问 分析认为国安的十杯茶形同口袋罪 国安部主要负责涉外事宜 所谓请喝茶的情形也以涉外为主 当然也有一些是重叠的 比如说所谓的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换取行为 国安的国保也可以负责承办 国安通常也有可能会揭露 这是他们在职责上的一种分工 在国内的时候 那我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进了美英华德的外交官 他就被国安找去了 我则被国保找去了 实际上在涉及所谓的国家安全这一块上 他们真的事与重叠 分析认为 国安部发布被喝茶一文 目的是恐吓中国民众 这种是对中国社会的民间的一种威胁 就是说是国安在看着你 你不要随便的向外国政府 或者是研究机构 或者是西方的媒体 提供中国国内的真实的情况 这个是他们想达到的目的 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分析 这也反映出中共和西方国家关系的一种变化 过去国安他也管 涉及到跟外国的政府 媒体等等相关的这些东西 但是这一方面的案例相对少一些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 各种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和媒体 对中共的独裁的体制的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楚 所以你中共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为了切断西方的在中国的这种消息来源 自2019年中共镇压香港反送中期 西方媒体和各种研究机构 对中共政权的黑幕越接越深 特别是2020年中共病毒全球扩散 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 中共支持入侵者普京 2023年霸乙战争中 中共又成为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支持者等 这些行为都遭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抵制 在华外资也加速撤离 虽然说习近平正在和所有的私有资本 进行争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对这个私有资本进行控制 进行打压 但是这种打压它是一种拔河式的 进三步退两步 它不希望看到外资的打量的流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不让西方国家知道在中国的所有的 非常丑恶的那些做法 去年7月中共修订反间谍法 扩大有关间谍行为的定义后 隐藏幕后的中共国安部公开跳到前台 从鼓动全民抓间谍 到介入经济外交 管控言论和民众日常生活等 诠释全方位扩张 它就是从国家层面来搞红色恐怖 来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保护它正确的安全 就是单纯的经济形势不好 职业率越来越高 社会矛盾不断的激化 社会冲突也在不断的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它采用这样一种高压的形势 来维持它的这个政权的稳定 分析认为 中共强化国安警察治国 通过中纪委和国安部 严密监控所有官员 设立农管队 推广风桥经验等控制全民 现在又赋予国安部门 无限扩张的权力震慑整个社会 中国人权法制将进一步倒退 美国成功瘫痪中共駭客组织福特台风 中共当局支持的 駭客组织福特台风 去年5月被曝光 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年底又开始扩大活动范围 而美国政府最近发起行动 瘫痪了福特台风 路透社1月29号独家报道 美国政府近月发起一项行动 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获得合法授权 以遥控方式成功瘫痪了中共当局支持的 駭客组织福特台风 我觉得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吧 因为它这个Vault台风报道出来 好像是去年5月份 这还只是报道出来 那它更早之前开始行动 那正常时间它的行动 事外就本身上就泡汤了 再加上它的暴露出来 攻击行为上那些特征什么的 美国他们肯定也会都有研究 那你下次攻击 你如果还是相同的手法的话 就相对来说会更难得逞 福特台风去年5月底被微软曝光 从2021年中以来 广泛地攻击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包括关岛美军基地 以及通讯制造运输建筑和教育等行业 都受影响 Vault台风他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瘫痪很多的这些民事的功能 当然这些民事的往往也跟军用的 会有些关联 比如说港口设施等等 所以它这个实际上 可以成为一种战争行为 特别是一旦发生武装冲突 大规模战争 它就可以先期的对美国 或西方国家的后方 进行打击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说 福特台风骇客在去年年底 扩大了活动范围并改变了一些技术 由于骇客攻击的广泛性 白宫和多家私人科技企业 举行了一系列会议 请他们协助追踪骇客 国安专家表示 中共借由这些骇客行为 可以远程破坏印太地区的重要设施 消息人士称 美国官员担心 骇客正努力破坏美国 为应对中共入侵台湾所做的准备 对美国的军事行动 军事反应上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网络安全公司Security Scrollcard 这个月也发表报告 指福特台风正系统性的 针对私科的老旧设备 进行复杂且隐秘的攻击活动 而且福特台风正在开发新的基础设施 为新的活动做准备 中共在去年5月福特台风被曝光时 声称这是五眼联盟的假消息 这次外交部再次否认指控 福特台风被曝光的手法之一 是入侵大量家庭或办公室用的路由器 调制解调器 摄像头等 然后用这些受感染的设备构成一个僵尸网络 从事间谍活动和资讯收集 由于美国今年11月将进行大选 拜登政府担心大选遭到干扰 此外去年勒索软体给美国企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这些都让拜登当局更加重视打击hack活动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全 因关注武汉疫情 并在网上发表相关言论 2020年1月被抓 之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 今年1月30号他刑满出狱 已回到家中和亲人团聚 当天郭全在微信朋友圈通报了回家的消息 并感谢大家的关注 海南定安县龙湖镇中西学校教师吴孔大 因在网上为国内其他良心犯发声 2023年10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起诉 今年1月29号案件在海口中院开庭 他在庭上表示 自己是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根本无罪 庭审当天结束 法官没有当庭宣判 目前 吴孔大仍然被关押在海口第二看守所 武汉荣创首创九派江山一江户楼盼烂尾两年多 业主多次维权无果 1月30号 部分业主再次到武汉市住建局大门外聚集 山东烟台大学原讲师张忠顺 因参与2019年厦门聚会 被控山东颠覆国家政权罪 一直关押在山东林树县看守所 日前家属透露 目前案件已经从检察院起诉至法院 进入法官审理程序 但他至今没有聘请辩护律师 中共日前单方面宣布 更改靠近台湾的福州厦门民航飞行路线 造成国际航线混乱 威胁飞行安全 引发台湾的抗议和批评 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发声明表示 中共是在刻意以民航包装对台湾政治军事的不当企图 谋求改变台海现状 1月30日 中共民航局片面宣布 从2月1日起取消M503航线自北向南飞行天制 后续并将启用连接M503航线的 W122、W123航线由西向东飞行 W122衔接航线是从福州西往东 W123衔接航线则是从厦门西往东运行 新措施上路后 未来福州厦门航班将不再绕至北方航路 直接由西向东飞往贴近海峡中线的M503航线 而M503航线位于台湾海峡 距离海峡中线约7.8公里 外界担忧这可能将大幅压缩台湾的空防预警时间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声称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也无需与台湾方面协商 针对中共的片面行动 台湾的陆委会发表声明 表达严正抗议及强烈不满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飞航行动 中华民国国防部也指出 任何片面不理性的举动 容易升高紧张情势 破坏区域稳定现状 北京应该立即停止这种破坏性的举动 台湾问题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区域安全的问题 甚至是一个全球安定的问题 西方社会 西方国家当然不会允许 中共去破坏所谓的台湾问题 或者是在这边掀起任何台湾的危机 据了解 M503航线 与海峡中线平行并贴近其西侧 呈东北至西南走向 2015年年初 中共就曾片面宣布划设M503航路 并开放北往南飞行 同时并划设M503向西连接浙江东山 福州厦门的W121、W122、W23航线 因逼近海峡中线及敏感空域 当时引发台湾强烈抗议 经协调 中方同年3月初将航路向西移动6海里 但仍于3月启用M503航路北往南飞行 到2018年1月初 中方再次在未与台湾协商之下 片面启用M503航路南往北飞行 并同时启用W121、W122、W123航路 只是当时为了要软土深掘 故意识会马英九政府愿意接受抗议 稍微退让 所以中共介入台湾 只要台湾选择他所不希望当选的政党 他们就要舞扬威进一步施压 如今中共因经济难题 频频向美欧国家嗜好 同时又对台湾步步紧逼 专家指出 西方企业看到中共不断在台海制造危机 也会加剧西方资本撤出中国 大陆民众在新年来临前 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并感谢大纪元和新唐人 让他们看到了真相 来看他的声明 中国的如意声明退团退队说 我是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的忠实观众 在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预祝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越办越好 你们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 与对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坚守 现在国内好多人已经不看央视和春晚了 希望新唐人电视台收视率超越央视 当新唐人电视台取代央视那一天 大纪元报纸在中国城市乡镇农村都能看到那一天 就是民族复兴那一天 现在好多人都出过国 学习 旅游 工作 知道国外是新闻媒体自由 希望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 永远站在复兴传统文化 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那一方 为民族复兴做出更大的努力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